每个企业都跟我们的生命一样 我们会在生意上感到绝望 迷失 或者是太多选择 当然我们会走到成功的道路上 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 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 我们都会邀请 Singapore Excellence Award的得主 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 他们的心路里程 还有他们的成功的道路 这个节目是由Singapore Enriched Group 容易呈现 您好我是阿宝 今天真的是很兴奋 兴奋原意是因为终于 不算是终于啦 其实也这一路走来 我们访问了很多个企业家 因为这个节目是由 SKB&Rish Group所容易呈现的 我们要目标要达到100个企业 你不要问我 我访问了多少集 因为我已经忘记了 制作了几集的节目 因为每一次制作节目的时候 都觉得很high很兴奋 今天同样也是很high的 high的原因是因为 在节目当中邀请到 一位年轻的企业家 重点是什么呢 旅行 接登 Helen 你好 你好 是哦 非常感谢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你的创业的旅程哦 重点是 你做了一个行业 是我们很多人很向往的 那就是开旅行社哦 这旅行社的原因 我觉得很像的原因 是因为很多人都很想出国 旅行放假 然后呢 一做的就是 因为你是EU Holidays 欧美假期 所以 从名字字眼上面看得出来 你们是专做就是欧美国家这部分嘛 对的 你知道吗 你是很多人的羡慕 跟偶像 还好啦 所以当初我们会决定要从事这个行业呢 呃 其实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们讲说建议公司吧 欧美假期 那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说 在新加坡以来 有很多公司 比如有专做日本 是 专做中国 专做甚至澳洲 澳大利亚 可是没有人是专做欧洲 真的吗 之前有 很久很久以前有 现在已经没了 没有 因为我这么 我这么惊讶的问到是因为 其实阿宝呢 我在十多年 我十二年前已经入行了 就是广播这一行 然后呢当年就开始带团 我有带团的 然后我带团 因为当时很流行带团 所以我开始带团 带来台湾啊 带去 呃 马来西亚 其他国家 东南亚国家 然后 有些朋友开始带到 澳大利亚去 对 所以我就觉得 诶 其实我其实蛮羡慕 你的这个行业 然后你也专注 你刚才说过了 其实很多人可能专注 就是亚洲 日本这一块 然后没有人真正做 欧美这一区域 专做的公司没有 就是说整个公司 以我们现在的员工 几乎五十名 都只是做欧洲美国 所以可以这么说吗 你就是欧美这区域的 行家 专家 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是 所以你就打出来说 你们要去欧美玩的话 要找我们 EU Holiday 就对了 谢谢 因为你就打出来就说 诶 我们对欧美的地方 了如职产 都没有去哪里玩 不管是价格的 还是就是一家大小去玩的话 还是Lungary 都好 我们都会把你安排到 服服贴贴的 对 可以做出一系列的安排 是 所以你看 我知道你说 因为之前在录影之前 你刚才说过 其实你之前在另外一间 旧东家工作 当然最辛酸的事情 就是说 因为老板的理念 跟理念有点不一样 然后成功把他的公司也卖了 然后赚了一笔钱 就走人了 哈哈哈 但是你觉得说 其实生意不是这样做的 呃 我觉得员工方面也是很重要 替老板打工 所以员工的福利也是很重要的 是 这位老板 你刚才说了 你们公司有五十多个员工 几乎五十 请问 一开始就这数字吗 嗯 最先开始是我们在2010年 呃 总员工 包括我们自己 嗯 七米 七米 然后就在 呃 每一年就慢慢的扩张 然后 扩 扩张就到现在 大概五十年 不好 倍增是 几乎甚至是说 八倍左右 如果只是 大概有八倍吧 那 员工来找到 如何做到这个 从员工的角度 就是从员工的数量 倍增到这么多 因为我们相信 如果你 呃 一个公司 如果对员工好 员工肯定会 替公司任劳任务 任务任务 呃 所以我们在员工福利方面 我们是做 尽量做到 尽三尽美 当然也不是说 只 刚刚只是看福利 当然我们也是 以他们的表现的方面 呃为主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边 采取的 外星金 就是 基本上 可以甚至 比他的薪水更高 哇 你要不要找人 我可以去带款 哈哈哈哈 我是觉得说 真的是蛮不错的 因为真的是 应该所说 因为当你员工的福利 照顾好的话呢 这些员工 就会愿意掏心掏肺 为你工作 那真的是很难得 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从业务上 他们的付出 也让你们在业务上 也得到很多的回报 当然当然 没有这批 没有这批 员工 我们的话 我们肯定 没有办法得到现在 是 你刚才说过了 就是说 从2010年开始 从一个小小的 可能7个员工 到今天50个员工的团队 我相信业绩上面有倍增 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呢 为公司 你们设下什么目标呢 其实我们的发展 不只是 决心在新加坡 我们还有打算发展到 比如印尼 甚至马来西亚 嗯 okok 同样的就是说 我是想把 在新加坡正要的基础 进了一个 不要完善的工作模式以后 可以带到其他国家 是 我们相信可以让有更多的人 不只是新加坡人 更多的亚洲人 可以 有机会到欧洲去游玩 我可以问你一个很刁的问题吗 我希望你不会受罪 因为你看 现在很流行budget 现在很流行 就是backpack 现在流行廉价 便宜 嗯 这样你看我们现在这一代 每个都是很 internet savvy 啊 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资讯 这样为什么我要来找旅行社呢 我不如自己去上网去订 所有东西就够了吗 嗯 一个不同的概念 我们主要 就看我们的客户群 我们主要客户群是 说比较有时间的限制 嗯 可是我们可以给他们说 在最短的时间内 嗯 福利得来 就是能够 充分的 充分他们的时间 充分他们的时间 在欧洲 在短时间看到很多东西 当然也不是走马 看花 看过就算 我们也包括有很多不同的 特别的项目和一些活动 一些活动给他们去 呃 在外国外也可以去玩 然后如果你再像你讲 说那些什么 feel and easy backpack 是主要是说 时间比较充足 这些我被你说安排 我们甚至有在安排说 很长时间 二三十天 是给学生团 就当然学生团 呃 holidays的时候 假期的时候 毕业旅行 这也是很 可以到很安全 就比如说他们 呃 就像就是做 参与吃饭 跟 挤在一个小小个的 也不是小小个 一个房间里面 就像学生的宿舍这样子 是 我们有在安排之类也是 就是不同的 客户群 我们有不同的 呃 service 区 creative for them 那有配套 提供给他们就对了 嗯 对 接下来哦 你刚才说过了 因为你 贵公司有四个合作伙伴嘛 这四个生意人嘛 对 这四个生意人 容易搞嘛 因为你看 我不懂啊 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家庭背景 工作 理念 跟信念 一个夫妻都难搞了 更何况是四个人在一个生意里面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说好了 呃 个别的工作范围 还有负责范围 当然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会在一起讨论 在一起商量 不过 在主要的业务方面 都会有自己自己的分裂工作 嗯 所以没有说多大的冲突 让我们都会彼此谅解 彼此尊敬 比如说如果我可以说我的多个同事 我觉得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可以去 提供给他的话 我就建议 不过结果还是他的工作范围 我是不会去揭露那里面的 哇 嗯 其实真的说的很对齁 因为呢 都是要把自己的那个工作范围理清 然后大家负责自己的工作范围就好了 然后真的是去相信其他的伙伴 在有付出的一切 对啊 就是一个军纪 是 老板 今年只有三十一岁而已 我就说你 你真的是老板嘛 你是年轻的老板 所以年轻的老板 我今年只有三十一岁 当你出来创业是三年前的事情 那你只有二十八九岁而已 二十八岁 对 你现在负责的是一个欧美团 这个欧美的一个企业 对很多人来讲 会不会觉得说你太年轻了 不过是整个团体来讲 对人家来说 诶 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懂些什么啊 有啊 常常有听说过 就在对人家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 人家讲说我们是黄毛小子 是啊 就没有什么太过会 黄毛堂的眼睛 可是我们的工作范围就是 就像我刚才讲说我不是老板 我是唐真的 我从来不把自己当成一个老板 嗯嗯 我们都是当成 不管是生意上的伙伴也好 甚至员工也好 我们都是一个家庭 是 我们都是互相帮忙 互相照顾 因为这个家庭在成长到一个到现在这个阶段 很多时候不能说不能没有水 嗯 只要我不在这个公司 公司还会照样的运作 可是每一个人在这个公司里面都付出自己的能力 尽一份力 来让这个公司的人继续成长 所以 我觉得 我觉得 税数不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力 当然 刚开始的时候 当别人 对我们没有这么有信心 对我们没有这么有 呃 期望的时候 会有一些阻挠 是 像我开始是这气味 可是 呃 相信通过 个别 整个团队的实力 可以制造出 可以创造出 这一方面 别人对我们的看待 嗯 然后让公司或者整个家庭更加的 分波发展 是 嗯 应该这么说吧 其实说年龄哦 只是一个象征性而已 但是最后 后面是交出你的实力哦 是你们看家本领 那才是 呃 就是那个 Wing over the customer 的 clients 哦 我是讲的 所以其实真正来讲话 年龄只是一个 数字 他也不应该从你们办 讲师才对 其实也算是一个好 也是一个少小的优点 嗯 因为我们在这个年龄成 不老 也不太年轻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能够 很容易的去了解说 就想要求些什么 嗯 对啊 比我们有点年龄的 我们之前也是有工作经验 懂得他们的要求 是 他们的希望 然后在 跟其他公司 比较老 老约的公司 来比的话 我们更能够去了解年轻人 是 虽然说很多时候他们 他们所说的东西 我要这个 其实他们 说出来的东西 并不是可能是 一百发现他们所想要的 他们只是想把他们 最理想的概念说出来 对 可是当你给他 他最想概念的时候 他可能不需要 他可能觉得 没有这个必要 嗯 所以在我们今天 我们 因为我们论事的朋友群 我们很容易说人 就真正了解到 新的 新的这一代的 年轻人 他的想法跟要求 对 所以当家人知道 你要出来创业的时候 嗯 有没有对 有一些 呃 意见啊 想法 嗯 我 不是很 呃 我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 是是 然后看不出来 你不是很听话的孩子 你看出来是那种 乖乖 宅男的那种感觉 哈哈 还好 很宅哦 但是 最初 踏进旅行社 就是旅游这行 嗯哼 很久以前 我的家人也不是很参谈 哦 你本科是什么 我 本科 我是 念数学的 所以 念数学的 就是跟这方面 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 是是是 这位老板 数学的很好 成为老师啊 数学教师啊 博士啊 研究生啊 我同学 你跑来 你跑来游业来干嘛 哈哈 我同学是很多 是老师 对对对 这东西都是一个 这是 你读 你读这科系 你的本科就是要去做老师这方面 一方面是兴趣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嗯 我试过做 呃 教师 教务人员 试过在银行收工 嗯哼 太闷了 对 所以就想到有一些工作 就是可以出来 今天失眠 多认识点人 所以才开始 我在旅游这行的第一步 嗯哼 直到现在 你刚才说家人 其实并不是很同意的原因 是因为你是毕业于 呃 数学系的嘛 嗯 所以当你家人知道说 诶 你 已经 入行了 现在还要创业 跟 旅游业有关系的齁 那 家人有什么想法 或看法 嗯 嗯 就是从最初的不赞同 到 后来的认同 然后到现在就是自私 自私是因为 你看到已经交互成绩翻出来了 嗯 对啊 就是刚开始是 我也是 就跟他说 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 梦想 我相信也是我 也是我的 几个 朋友 几个伙伴的 所以我觉得 为了这梦想 付出十指的 没有另外一半的没有 有 啊 结婚了吗还是 刚结啊 恭喜恭喜 哈哈哈 有小孩了吗 还没有 应该还没有 啊 你看 刚才创业的旅程 其实 阿宝我一直在创业 所以我自己的事 已经做了六七年了 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很辛苦 然后另外一半 如果不谅解 不支持的话 其实是真的是很辛苦 对 所以另外一半 对你创业 有什么看法或想法吗 嗯 都很支持 都很支持 有什么唠叨一点 哈哈 第一 创业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 投资的时间 真的是很长的 我们的努力 比其他人还要多 对 尤其是打工一株 然后再加上是 创业嘛 自己的生意嘛 所以可能收入 这方面有些时候 可能会是一个挑战 哈哈 有些时候可能说 可能说 公司可能这方面 需要多一点钱 我们把赚到钱 再投资回去 这一块东西 所以对新婚来讲的话 可能也是 这方面也是一个小小的挑战 但是对你来讲 应该是 应该已经克服这方面的障碍了吧 呃 公司还在成长 所以 现在 主要是时间 对 因为时间还是会很多时间 会放在 还是心思 会放在公司 这样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去蜜月了没有 是干嘛想这么久啊 蜜月不是去还是没有去吗 还没有 真 没有说所谓真正的度蜜月 但是常常会出国 okok 这是我的爱好也是啊 也是他的爱好 所以 我们不时都会去出国 我跟我老婆也会去蜜月了 我们结婚五年了 你真的还没出国 我们真的还没有真正去过蜜月 对对对 真的没有时间啊 时间是一样东西 金钱是另外一样东西 因为创业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说 那 起初 刚开始那种创业那种投资 那种资金在里面 这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真的还没有真的去旅行过 不过阿宝我有一个坏习惯 我每当出国 公干啊 还是旅行 我都会说 我会接到我老婆说 我们就在那边旅行哦 但是我都会去那边 误色一些 产品啊 服务啊 跟商家见面啊 喝茶聊天啊 所以 你会不会 因为 你是去欧美团 去做FanTree 考察一下 有时也会 就算我去到别的国家 我也会去别的旅行社 看他们的 工作模式啊 看他们怎么去 顾客 是 有时他也是有点本来吧 职业病哦 真的会有一点 所以当自己的公司得奖 就被提名 然后又得奖 因为我看到就是说你们得了 AXCELLENT Award 然后还有Asia AXCELLENT Award 两个奖项哦 当你得知这两个想象的时候呢 有什么想法和感觉吗 当然很开心啊 第一点 公司的努力 还有我们平台的建设 已经受到一定的认怀 是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想 说 发展得更好 然后让更多 不同的组织 就可以更了解我们 更认态 所以 你看 这个奖项呢 真的是给自己 跟团队 打个强精神 因为毕竟 已经努力了这么段时间了 终于也得到一点点的认同了 对啊 不过接下来呢 会不会因为得了奖项之后 提高你们的服务价钱 哈哈 不会不会 因为我们公司的 原 原来的概念 就是第一天开设的公司到现在的概念 都已经没有变化 就是 希望把欧美团 在最联谊的价格 可以 带给更多的客人 更多顾客 从此 保证更好的资料 是 就是公司的宗旨 都不会改变 对 这些额外的奖项 真的是认识了自己 跟团队的付出 但是都不会把这些额 都也不会把价格啊 提高 嗯 不会 是 非常感谢你讲到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是的 刚才听到Alan所分享的 就是说 当然除了兴趣之外呢 还要是知道说 哎 接下来你这一生 要如何度过它了 不然的话呢 你在每个行业 或在你工作里面呢 会觉得很快就觉得乏味 甚至你可能很快就选择放弃了 所以呢 今天 无妨去考虑一下 或去思考一下 到底在生命当中 有什么东西 是让你兴奋起来的 即使你要工作的话 你这辈子呢 都很愿意去付出的 你好 我是阿宝 非常感谢你们收看这一期的 封面人物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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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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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